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而分开的婚姻对兰蒂的后段生涯影响不浅 至于兰蒂本身一如她的绰号丑小鸭 是一名略带少不经事仿佛无忧无虑 又带点叛逆与爽朗率真的元气少女 初入影坛方琳18岁能歌善舞的兰蒂 就被凭桃花江开创歌唱片荣景的 新华影业选为小眼猫钟情的接班人 新人及主角的新韵 虽为她带来初到极巅峰的光环 却未能就此一路顺遂 而是陷入半红不黑的尴尬处境 适合歌唱片的兰蒂不巧碰上观众 对此类片种疲乏 赋予国语影坛市场疲软 票房收益不弱以往 独立制片的新华一属尼普萨过江 即便对被主事者同月娟如女儿般疼爱的兰蒂 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为己兰蒂转头片场制度完善的大型机构少使 尽管开头小友发挥 但没过多久 又面临内部人才季季 十几岁心血被出的竞争压力 再遇上古装狂没掉大热 如兰蒂这般擅长时装歌舞清洗剧 二十几岁的非顶流演员 几乎没有挥洒空间 说到底 外貌实力兼备的兰蒂 没能真正稳居一线 很大原因在身不逢时 不是宛入行几年 没赶上歌唱片风潮 就是早出生几年 虚掌少事筹办的南国实验剧团的 李金方银行贿等星星几岁 一来二去便错失稍纵即逝的心运 兰蒂本名张来蒂 祖籍天津上海出生 曾祖父为晚清重臣张之洞 双亲过世后 与包姐张来来及两位弟弟辗转至新加坡 初时靠张来来卖唱为生 随着张来来声誉渐龙收入增加 兰蒂在姐姐的安排下 向英国芭蕾舞蹈家 格丽丝接受正规训练 数年间累积深厚的芭蕾与 吉普赛印度等民族舞蹈基础 外形亮丽肢体灵动的兰蒂 也拥有一副好歌喉 以本名张来蒂与张来来 以姐妹花形式组成歌舞团 于新马东奈亚地区走红 也常在省长福马戏团表演歌舞节目 1950年代下半 因应观众娱乐喜好转变 寻张来来入境契歌从影 1958年3月 17岁的张来弟自新富港 加盟新华 童月娟为她跟一名蓝帝 单部片酬八千港币 隔年正式投身影坛与秀珍小声金风搭档 主演时装歌唱片《白鸟嘲讽》与港韩合作片《星月真辉》 后者也于第六届亚洲影展获最佳舞蹈《银罗甲》 《金魂》等 易于张来来自制自编自导自演 以南洋风情为背景的歌舞喜剧《马来亚狂恋》 与金风分任男女主角 尽管双方已于1961年中约满 为蓝帝上嵌新华四部电影 因此仍持续为公司拍片 也应导演秦剑邀请参演电帽出品 李梅曾江主演的大马戏团 1963年22岁的蓝帝加盟邵氏 签订五年基本演员合约 作品包括乐帝陈后主演的歌舞片《万花迎春》 叶峰金翰主演的民国战争片《雪剑牡丹红》 于倩陈后主演的文艺喜剧《心花朵朵开》 以及客串参演顾妹陈后主演的歌唱片《小云雀》 蓝帝在邵氏的国语片产量偏少且均为配角 有报道指其货派支援公司乌语组电影拍摄 席未查到进一步详情 1968年27岁的蓝帝与邵氏约满 曾赴台湾七重天等知名歌厅登台 反响热烈 1969年蓝帝与相恋多年的影星曾江结婚 婚后淡出影坛 偶致东南亚表演歌舞 1975年蓝帝复出娱乐圈 参演《大喜事》 林翠自治自导蓝帝曾江夫妇共同参演的《香港式离婚》 与丽的电视长篇时装电视剧《追逐》 1979年38岁的蓝帝与曾江离异 携独子移居加拿大 1991年应接受双脚大拇指削骨手术 引发细菌感染过失 享年50岁 我并不因为少读书而感到自卑 我在社会大学中也学了不少东西呢 现在每星期学四次芭蕾舞 一次小提琴三次英文 再加拍戏 我实在没有多少空余的时间了 当然一切是姐姐的安排和努力 蓝帝的生活事业 皆与包姐张来来紧密连结 两人最受瞩目的1960年前后 报章杂志经常可见以张氏姐妹为主题的报道 身为长姐的张来来 对蓝帝公司两面照顾有加 是关心生活点滴的至亲 意为规划演绎方向的经济 为让妹妹成才 花费许多精力金钱栽培 姐妹情深不言可遇 其实张来来与蓝帝姐妹成名极早 根据1949年10月27日 南洋商报一则 张来来 来帝姐妹 今晚起在大华现役报道 称张来来在五六岁时 已在舞台斩头角 特别的是 内文指 至今方林十八的她 能自弹自上自编自演 其意突飞猛进 如此算来 张来来应是1931年出生 生年与维基百科 百度百科等张来来词条 标示的1938年有七年差距 由于该则报道也看出张来来近兆 容貌姿态确是四十八岁少女 也就是1931年生 多过十一岁儿童 也就是1938年生 推估可能是1950年代下旬 未在香港影坛发展 而适度将年龄写小一些 1951至1953年间 张来来自组 来来歌泳团 在新马南洋一带 博得极高赞誉 风头最剑时 也应邀到泰国印尼 北婆罗洲表演 然而随着观众口味 建议区多元刁钻 与卖弄风骚的 脱衣舞热潮兴起等冲击 导致歌舞团业务 明显衰退 欲转换跑道的张来来 决心独自赴香港 国语片圈头石问路 陆续参演林翠 罗维主演的柳尚音 林翠金泉主演的 马路小天使 刘亮华 罗维主演的 多情何语 院嫁金龟絮 叶峰城后主演的 歌迷小姐等 别于舞台上 能歌善舞 独占凹头的呼风唤雨 张来来在大一幕 接触客串演唱 获认配角 奋斗两年 仍与主角无缘 谈起这段遭遇 张来来并没有 过多懊恼沮丧 她理性分析 也许我真的 没有camera face 我的脸长得太圆了 活像一个皮球 感慨至此 张来来画风一转 将希望寄托于包妹 命也运也 进而兰蒂能得到 佟阿姨 也就是佟月娟的 赏识与提息 获得正当的晋升之间 这在我 已经是一种安慰了 兰蒂凭歌舞常才 被新华主持者 佟月娟向重 期许她继承 中情地位 追踪林翠戏路 月居新华之宝的兰蒂 不是得独自在港拍戏 或赴台出外景 她坦言虽不免觉得寂寞 慢慢也感到习惯 但只要姐姐来港团聚 便要立刻恢复原状 兰蒂笑颜 我又像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样样都依赖着她 使我无需为闲事操心 张来来因常年带双亲职 对待兰蒂四父如母 姐妹一同现身的场合 兰蒂就是一派既乖又听话的模样 为此张来来特别空出一段时间 专程在港陪伴兰兰蒂 购置楼宇与她安身 相较张来来的深思熟虑 源通事故 在姐姐照顾保护下的兰蒂 无论外表或内涵 均全然保有属于 十八十九岁少女的天真烂漫 这份自然流露的孩子气 也强化她俏皮活泼的一幕形象 我是放她自由的 我从不到曾江的片场 也不希望曾江到我拍戏的地方去 有个爱人看自己拍戏 一切便不对劲 蓝蒂与曾江首忍于拍摄大马戏团时 据传在此之前 曾江已对蓝蒂十分钟情 便趁当时的姐夫 勤见导演大马戏团的机会 请她邀约蓝蒂扮演要角 电影拍坝 两人也逐渐发展为银色情侣 此时的曾江对蓝蒂相当痴情 两人一论及婚嫁 期间包姐张来来 见妹妹在少使前途有限 曾建议她冤满后赴英国演习芭蕾 为蓝蒂斓与曾江的情感 最终决定留在香港 张来来对蓝蒂恋 既不严厉反对也不热心赞同 除不舍自小相依为命的手足 或许也有此情未必能天长地久的隐忧 1974年下旬 蓝蒂独自赴西马登台 隔年三月婚姻触交的消息箭报 熟悉两人的媒体人称 蓝蒂个性内向是个耗尽的女子 曾江是个个性豁达而活跃的人 只是刚柔病济除是互补 亦可能是互抗 赴予曾江与女性的花边新闻沸沸扬扬 致使婚变传闻甚嚣尘上 虽然双方在林翠等亲朋好友的说和下尝试修补裂痕 无奈最终仍是分道扬镳 对比随即迈入第二段婚姻的曾江 和儿子移民加拿大的蓝蒂出是颇感失意 当曾江婚姻二度触交 亦传出蓝蒂有意复合 其两人缘分已尽 谢尔蓝蒂之后也找到新的感情寄托 新加坡广播名人徐慧明曾撰文 蓝蒂重情疑 寄售她和妻子颜桂娟一同服利益的呼声电台时 与张来来蓝蒂姐妹互动的小故事 徐慧明回忆 蓝蒂见她拥有电影《马来亚狂恋》的同名唱片 显得格外兴奋 称自己都没有这张 希望能翻录一份 未料徐慧明自觉仅是举手之劳的小小要求 却在数月后接到蓝蒂自伦敦寄来的圣诞谢卡 更出乎意料的是 蓝蒂不久后就因手术失败离世 再次造访电台的张来来 带来蓝蒂在伦敦时为颜桂娟挑选的一副耳环 新闻至此 徐慧明感慨到 她也就是颜桂娟回想 当时自己一边赶着剪接节目 一边与她们姐妹俩对话 其实是漫不经心的 而蓝蒂竟对自己一见如故 连逛街购物都想到 千里之外这么个仅一面之缘的朋友 怎不教人愧疚唏嘘 重情义的蓝蒂对待朋友真诚热情 一如她开朗爽利的一幕形象 歌舞除了可以陶冶性情产生活力 造成乐观的性格之外 还可以保持优美的身段 所以这是我爱好歌舞的原因之一 回顾蓝蒂的演艺录 尝试在希望与失望间反复 曾经备受重视 曾经有之难生 索性无论好坏 都有忠心喜爱的歌舞陪伴 也因为这些优美的舞蹈悠扬歌声 留给观众许多美妙的美天鹅记忆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